优教信仰是何礼的信仰 大家好 我是大鸟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两个事件 主要都是跟这个月有关系的 那这个月份呢是六月份 六月份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LGBT的团体里面呢 他们就把六月份定义为骄傲月 而在新加坡呢 每年的六月 在这个新加坡的方林公园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粉红点 Pindor 他们会举办这样子类似的庆祝活动 因为过去两年的COVID 所以他们都改成了线上 而今年呢 他们再次回到方林公园 来举行实体的集会 而这一次呢 也是第一次 有人民行动党的这样子的 国会议员出席在当中 这哥本巴鲁当选区的这个议员呢 郭宪川 他就出席了这一场集会 他身穿粉红色的上衣 然后外加一条白色的长裤 而Pindor的主办方呢 他也讲这个是第一次 有行动党的议员来出席这一项活动 你会发现这些出席的人呢 他们都是身穿粉红色的衣服 来表示对同性恋 双性恋等等这些LGBT的群体的支持 出席的人数呢 也是三千人 过去这样子的集会当中呢 他们都会预备要推出这个 推翻377A的这个法律 而今年呢 在出席者的海报当中 他们仍然有一些是提着想要这样子反对这个377A条文的 那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对新加坡人来说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呢 而有国会议员出席在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肯定是反对这样子的同性恋这样子的行为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反对这样子的行为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人赶尽杀绝 就认为说我们要启示他们 就不把他们当作人看 我们跟这一些人 这一些群体同样我们都是罪人 都是得罪上帝的人 我们都需要福音 离开耶稣基督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都只有一条道路 就是通向地狱跟死亡 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另外一点 就是这些群体呢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想要推翻我们的传统价值观 原本性别的定义 原本家庭的定义 原本婚姻的定义 他们想要推翻 你从表面上来看 他们好像就在谈爱嘛 love is love 我们都是讲爱 爱是平等的 在爱里面大家都平等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们就提出 男女之间异性恋之间可以有爱 那同性之间为什么不可以有爱呢 为什么你要因为我们同性之间的爱 而去启示我们呢 那首先作为基督徒 至少自由对我本身 我不是去启示这些人 我也不会去启示这些人 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需要上帝的福音 然而如果你想要动到家庭 如果你想要去改变 原本这种传统的价值观的话 那这个是我需要站出来发声的 作为基督徒 我知道你是罪人 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是过罪人 我知道对于你对于我来说 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我盼望可以把福音传给这些人 但是当你的目的 你的动机 是想要把这些LGBT的思想 带入到学校里面进去 让小孩子可以自己去定义 讲我是男生还是女生 让小孩子可以决定自己要变性 这些是我很难接受的 像刚才前面讲的 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呢 就是爱就是爱 爱就是平等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有软铜屁的人 就是我很喜欢这些小孩子 然后我想要跟这些小孩子发生关系 我给你这个就是爱啊 我就是就是爱这些小孩啊 我就是想要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啊 爱是平等的嘛 你干嘛要以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呢 我们两情相悦啊 我就是想要跟一个八岁的小女孩结婚 那你怎样子 或者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讲你讲爱是爱 那我想要跟我的妹妹结婚 或者跟我的姐姐结婚可不可以呢 我想要跟我的妈妈结婚可不可以呢 我想要跟他们搞乱伦啊 哎你不可以歧视我啊 因为这个就是爱啊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乱伦当中 在软铜当中 这个爱哦 就好像没有那么爱了 它就不像他们所说的所谓的爱 都是平等的 所以爱是平等的 爱就是爱 love is love 这一个是一个伪命题 圣经里面讲的最伟大的爱 那个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 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 他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的爱是怎样子的爱呢 我们应当有的爱是对神的爱 也是对人的爱 但是今天呢 很多人甚至基督徒 我们就把爱人的爱 把它拿来放大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我们不爱神 以至于我们离开神 所以我们只看到爱 我们没有看到公义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当行的是什么 我们不当行的是什么 那我看到这个 那我看到他们的照片当中 有一个照片 有一个人 他就拿着一个牌子 他就讲同性恋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里面有同性恋啊 动物有同性恋 所以人也是可以有同性恋的 但是动物也会吃大便啊 人需要吃大便吗 我之前养的参数 就是每天我就看到他吃大便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动物要吃大便 我绝对不会吃我自己的大便的 所以他提出了很多这样子的伪命题 来论证他们自己的立场 而没有去看到他根本上面的这个 出了屋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 其实大多数还是蛮正常的 他们的衣着什么很正常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奇怪的 像所谓的变装的皇后啊 穿着这样子的衣服在当中 而出席者当中呢 也有小朋友在的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家人 会想要把他们的孩子带去里面看呢 所以你是要让他在从小就已经被灌输 这样子的概念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这些家长 然后关于那位国会议员出席在当中 我的想法是 我不知道他出席这一个集会 他是代表行动党呢 还是他代表他自己个人的立场来出席 如果他是作为自己个人的立场来出席的话 那我知道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 你自己你可能是同性恋 你想要参与在当中你想要支持这样的活动 那我没有话讲 因为这个集会是合法的 那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有这个自由的权利你去参加 那OK 但是你作为一个国会议员 你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参加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他是想要带出一种意识说 哎 政府已经在关注来聆听你们的声音了吗 但是当有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参加今天的这个集会的时候 他却模糊不清 他没有回答啊他没有给一个准确的答案 他只是讲啊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出席者身上 而他这样子模糊不清的答案 是不是代表说 哎 新加坡政府会对他们的价值观更加开放一点呢 更想要走向这种左派所推崇的这种的文化当中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 而我相信 如果每一个新加坡的公民都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话 如果我们认为说他所这样子做的 他的行为是不对的 他所要表达的并不符合我们的传统价值观的话 很简单 下一届大选 用你的选票来表达你的声音 当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我们在面对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这个国家 不管是在你自己的选区也好 不管是在整个国家面对的国际局势也好 有很多的问题要需要解决的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以国会议员的这样子的身份参与在当中 那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了 当然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巴斯观念 在新加坡呢 因为他有这个女童性恋的这样子的情节 所以他就被列为是16岁以上才能够入电影院来观看 在马来西亚呢 更是直接把他进播的 关于这个电影呢 报道里面就有提到 这部电影呢 他拒绝删除这一类的情节 电检局曾经给他一个proposal讲 你可不可以剪掉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让何家都能够观赏 因为毕竟这是一部卡通嘛 是一个给小孩子看的 但是disney他拒绝哦 一刀不剪 我不可以剪 绝对不剪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想起一个问题 这一个是一个卡通 是给小孩子看的 为什么他需要把这样子的同性恋情节掺杂在当中呢 然后为什么他又要一刀不剪呢 你不会觉得他背后有一个更高的原因吗 我甚至说是一个更邪恶的动机 就是他想要把这样子的价值观拿来加在输入在小孩子里面 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可取的 而当然了这个马来西亚他比较有种啊 毕竟是一个呃 回教是比较大的这个宗教团体的国家 你不要剪那我就禁播你的 而新加坡政府呢 他就把它列为是16岁以上 那我们现在就要想一个问题 17 18岁的这些孩子 他们有分辨的能力来认识这些左派的这样子的呃思想吗 其实你如果注意的话啊 现在中学生甚至大学生 现在年轻一代几乎都是受 几乎都是靠左的 都是受这些左派思想影响的 他们认为这一个是正确的 而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觉得很可悲的 在这些事情上面教会做出了多少的努力 父母做了多少的努力 来让孩子们晓得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呢 什么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 还是说新加坡人我们已经太多 是把时间花费在追求金钱税收物质享受上面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家庭的重要性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父母对儿女有的价值的教育的重要性 教会根本不用说 过去的几十年反对神学 追求情感上面的享乐 以至于教会已经失去了观和眼的作用 我们甚至不敢讲出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不正确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 要知道总有一天这些思想 他一定会像滥潮一样侵入到新加坡 总有一天会的 而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预备好抵挡这些滥潮了吗 若主许可断这些事情不要发生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你的孩子站得住吗 你自己站得住吗 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了收看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还没订阅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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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